五行之中, 金象徵堅毅 用來形容也門, 再貼接一個 九經戰火, 極度貧均 令這裡的人 由一出生就學會咬緊牙關 到處了 剛才飛機看下來, 周圍光滔滔 像山又不像山, 像石又不像石 這樣的地方, 還有很多坑 像河一樣的地方, 很神奇 而黎瑜覺得這個地方很神秘 也門令人覺得神秘 我想是因為很少人來過 位於阿拉伯半島最南端 我們這次也要坐一天半 轉三程飛機才能來到 我今天想上去看看 這塊巨石上廢製了的村落 聽當地人說, 廢製了的村落 我們在五百年前已經在這裡 我們要沿著這個山路走上去 聽說這條山路的確挺崎嶇 但很值得上去看看 整個南也門 都是被大峽谷包圍 居民一般會選擇 在水源比較多的峽谷底生活 偏偏這個村落很不同 它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蓋在一塊一百米高的岩石上 現在還沒走上山路 也有點…有點辛苦 但是我剛剛在想 五百年前的人這樣在這裡 上上下下, 你說… 你比我們還辛苦多少倍了? 當時的村落, 沒水沒電 所有村民都要天天地走上走下 不只天天, 還有很多生活所需要解決 那些村民都要天天地走上去 上面的人就是這樣運用物資 但這條路的確挺辛苦的 辛苦得連女生也不想走 我也不想走 如果逆境是上天給你的考驗 那也門人一出生, 已經要跟天鬥 我上來的感覺很安靜、很寧靜 而且很神奇 一個這麼高的地方 原來有一條這麼大的村莊 這個這麼大規模的村落 在一塊一百米的巨石上 還是五百年前 你說那個困難真的有多高 對嗎 而且現在你看到那些屋子 塌得熊熊爛爛爛 所以你看到那些材料 都是石、泥、樹枝、木頭 混合而成, 就地取材 這樣就建造了一個間屋 這樣就建造了一個村落 也就建造了一個村落 所謂兵不畏身苦, 方能連城崗 岩雙城, 在最繁華的時候 有五百人住在那兒 只可惜, 現在的村民都已經走了 那是否代表人始終敵不過疫境 嗯